大家好 最近徐斯林餐廳改善 胡思也改善 菜色很多 昨天徐居士告诉我 这对于我们诱惑力量太大 所以每天都吃得很脏 这段事情 我记得前一次跟主委提到过 胡思的改善 使供养人 他们的诚意 这是我们应当感激 那我们在那里是接受供养 接受供养 要有智慧 自己要能够控制自己的需求 菜色有十几道 你每一道都平常一点 那就当然 使肠胃过分的负担 对于身体健康就有妨碍 往年 我们在台湾 社会上提倡的 梅花餐 这梅花餐是五个菜 一个汤 那么再更早 这个社会一般都提倡的是四菜一套 那么我们在十几道菜里 选择不超过四道 那不就很好吗 看看你喜欢吃的 需要吃的 选择其中 不要每一种都去加一点 那个量当然就过分 那么现在我们学会 我看这个菜色也越来越多了 在这个饮食方面 自己一定要能控制自己 古人交给我们 所谓是早晨吃得好 中午吃得饱 晚上吃得少 这个是 养生之道 是摄取营养的一个原则 在佛法讲 实际上 真正懂得养生的 是懂得养心 为什么呢 心是能生种种法了 我们这个身是所生之法了 心是能生的 所以心清静 身就清静 身心清静 我们外面环境就清静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但是 但是世间人懂得的人少啊 还是要注意在外面来补充自己的养分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真修行人 他的身体的养分不向外面寻求 完全向内 我们在佛经里面读了很多了 色界天以上的 禅阅为实 读不想想想 天月 这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不是从外面的 所以佛才说 这五样东西都可以失去 而佛者说这五样东西 叫五概 把我们的心性 把我们的心性 智慧的能 盖付诸了 我们虽有智慧的能 不能欠钱 所以这个东西是障碍 如果你在这五样东西起了贪心 这五样也叫欲望 五种欲望 生起贪欲 你的烦恼只有增加 不会减少 那怎么能断得掉 所以佛教弟子 饮食 决定没有分别 也没有吃住 佛陀当年在施 这是托伯 托伯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而且托伯呢 只需托其家 其家托不到 回去修产定了 那么这种 作为 都是 帮助我们 克服自己的 欲望 克服自己的 贪心 克服自己的烦恼 我们要懂得 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个 饮食上的摄取 我们有这个 四身 不能不维护 四身的健康 如果身体不健康 需要别人的照顾 也要麻烦别人 住在道场 也连累常住 当然不好 可是健康之道 要明了 总在 清净性 我们对人 对四 对无 要有大慈悲性 对自己呢 决定是清净性 清净无畏 对别人 是大慈大悲 无所包围 我们才真正以行动 照顾大众 帮助大众 这都是 世出世间 甚然 共同 教导我们 可是爱心 爱心里面 是付出的 是义务的 决定不能占有 反复的爱心 对人 纵然是 对于自己的儿女 对于自己的亲人 这是很爱护 他不是慈悲 为什么不是慈悲呢 因为他有控制的 这个念头 控制人 控制四 控制一切无 他有这个念头 他有占有的念头 这是错误 错在哪里呢 佛告诉我 能俗 借空 了不可得 般若经里面 不可得 这三个字 重复了一千遍以上 你看看 你看看六百卷大伯肉 佛与这么多次的重复 就是叫你要牢牢记住 这是四十真相 你如果以为 你如果以为有所得 有能得 有所得 那是愚痴 那是无名 你要了解一切法不可得 不但所得的不可得 能得的也不可得 能所居不可得 你就解脱了 这个解脱用现代的话说 你心里就没有负担 你的心就得自在了 妄想分别职责 你就会全部放下 你今天还放不下 主要你的愚痴 没有破坏 你还以为有能得 有所得 你心里面还有负担 所以你的生活很痛苦 你的修学功夫不得力 你不知道祝佛如来所说 硬化在一切世界 所作所为 是梦中佛寺 水月道场 我们建立道场 道场建立的再大 再辉煌 觉悟的人是什么心态呢 净化水月 所以这个心里面呢 一丝毫的执着 都没有 一丝毫金淫滩 都没有 这才显示出 大自在 这才显示出 所谓高度的享受 有受用 没有占有 没有控制 这样才过 佛菩萨的生活 凡夫跟佛菩萨 不相同的地方 就在此 凡夫是 念念当中 要控制别人 念念当中 要占有 一切 所以他那个心 是患得患失 忧虑烦恼 永远不断 这个日子 过得苦了 而佛菩萨的 大慈大悲 我曾经跟诸位讲过 慈悲里面 一定圆满 寒舍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如 这个才叫慈悲 我说的这十个字 五句 每一句里面 都寒舍 其他的四句 什么是真诚心 真诚心 一定是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什么是清净心呢 清净心 一定还是 真诚 平等 正觉慈悲 一切一切 一切 一切 佛法讲的简单 讲的还许 现代人 听不懂 我说的 怒疏 一点 说的 繁琐 一点 说十个字 十个字 就是一个字 一界是十 十界是一 诸位 要体会到 这个意思 我慈悲 慈悲心 不清净 慈悲心 不平等 这不是慈悲 如果说这也是慈悲 那就佛法里面讲的四种慈悲 这叫爱愿慈悲 爱愿慈悲 反复的慈悲 这个里面 没有舍其 控制 没有舍其 战友 没有舍其 种种的 要求 所以这个不是大慈大悲 爱愿慈悲 往上提升 是众生愿慈悲 发愿慈悲 再上 无愿慈悲 这个大慈大悲 是无愿慈悲 那个无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呢 无条件 无条件 无条件是无有要求 无有占有 无有控制 这个叫无愿慈悲 无愿慈悲 是祝福与发生大慈的大慈大悲 也就是知足 真诚 亲近平等 正确的 自卑心 我们要用这种心 除世代人 借物 所以在除世代人 借物里面 就正骨啊 像华严经上说 就入大泄脱门 入大泄脱门 这句话 就是世俗讲的 成佛 成佛才是入大泄脱门 这个大也是大臣的意思 小的泄脱门 阿罗汉 正阿罗汉古 小臣的神臣 我们读经文法 非常重要 读经文法 不可以间断 一天都不能间断 我们是反腐 业障 稀奇 烦恼 非常深重啊 很不容易断掉啊 什么方法 帮助我们断掉呢 唯有觉悟 我们不是上根立脂 不可能 不可能 听少法 学少时 就能开五天 那个在佛门里面讲 上根立脂 才做得到啊 我们是中下根性 我们是中下根性 要想在一生当中的利益 这个利益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入佛法 入佛法 就是这样的觉悟 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读经文法 长时间的 我们才能够 骑入这个境界 我在讲习当中 也曾经说过 我记得说了不少次 我是个凡夫 忠下根性的人 能有今天这点成就 能有这点小智慧 是四十多年 天天在读经 天天在讲经 从这个地方带来 那么也有一些大德们 他们也讲经 可是他们跟我相比呢 要插一灯 这一灯插到什么地方呢 他们管事 管事要操心 对自己多少都会有一些妨碍 我这一生的缘分殊胜 一生当中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所以 世俗间的事物 我们有障碍 才能有这一点成就 这一点 这一点 同学们千万要记住 我也是信身说法了 给大家做个榜样 什么人能管事呢 真正 真正得清净心的 所以古时候 寺院丛林里面的管事 都是祝福菩萨 硬化在来的 他们不要紧 他们是硬化的 他不是凡夫啊 我们不是圣人硬化了 我们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 道道地地凡夫 如果也办事 那就是学己为人 这也是值得敬仰的 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的定慧 只要把戒修好 有戒没有定 没有慧 这真正牺牲自己 成就别人 来福 来照顾大家 那个戒要清净 戒清净呢 你修的是真正的福报 因为有慧 你修复 戒清净是 如理如法的照顾大众 照顾大众没有私心的 也是一真诚 外护 关怀 帮助一切大众 好好的修训 你们看到过去 馆长 他就是这种人 他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 他创建这个道场 成就我们大家 对我们是很大的恩德 我们对他也有报答 我们报答 表现在临终那一刻 我们送他往生 他要没有我们这些人帮助 他往生 他往生不了 我们帮助他往生 这是大报门 可是这个云 很不容易得到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好的缘分 都有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不能往生 莱森是大佛报 做这些过往大臣 豪富当者 莱森在这个好不好 我们现在清楚明白 唯有往生 不退臣服 这一桩事情才是真实 世间的佛报 做到大凡天王 做到摩西首罗天王 还是要搞六道轮回 还是出不了三界 所以那个佛报不是究竟 不是圆满 这个事实 我们总的要想的 所以我们修许恶 就过日子 知道怎样对自己 对自己决定是清净 慈悲 专修专口 对人 真诚清净慈悲 决定要做到无缘 没有条件 决定不可以 对一切人事无 有一丝毫占有的念头 控制的念头 那我们就全都错了 只要有这个意念在 造业 放下一切占有 放下一切控制 放下一切要求 这是智慧 这是智慧 这叫功德 比佛德还要殊胜 各位想想 这个道理 要不是佛菩萨 跟我们说 我们怎么会知道 希望我们共同勉励 依教奉行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